一个老和尚正在打坐 一个小沙蜜呢 哎呀 沙有见识的 很多小沙蜜很好玩的 他们刚刚进庙啊 他们总觉得 哎呀 很多事情要问师父了 师父 何处有慈悲啊 他就问他师父 何处有慈悲啊 这个老和尚啊 抬手啊 抬起右手啊 指了指门外 那个桌子啊 桌子指的是门外那个桌子 闭目不发一言 不讲话了 小沙蜜心中顿悟啊 哎呀 原来世间众生万物啊 无论是达官显赫 贩夫走足 还是花鸟虫鱼 一草一木 处处皆有慈悲啊 老生看着小沙蜜 站在那里不动 便说 哎 门外桌子上 白色的那个就是慈悲 慈悲大家知道吧 这个一个杯子是慈的 慈悲 因为这个小沙蜜他根本不懂 慈悲是什么 慈悲是看不见的 慈悲是在我们人的心里的 不是说慈悲啊 在何处在慈悲 在哪里慈悲 慈悲是处处存在 在你的心里的内心出发的 一种善良的本性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佛 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那种慈悲 拿出来 好好地去善待众生 在人间就做菩萨去帮助众生 你一定会成为人间的佛呀 希望你们好好地活着 好好地珍惜时间 哪还有时间去天天去打麻将啊 哪还有时间天天逛商场啊 好好学佛修心啊 我告诉你们 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好好地念经学佛 才能得到正等正觉啊